台北市第二殡仪馆首次有超商进驻 还一般便利商店最大的不同点呢 就是在这儿是有贩卖一些殡葬商品 包括像是纸莲花 灵味牌等等 但也为了配合殡仪馆的作业时间 只从早上七点营业到晚间七点 而特殊节日像是中元节 则是会营业到晚上九点钟 店长说其实呢这里的员工胆子也都很大 是没有适应上的问题 夹大送金生 这间便利商店超特别 地点就位在北市第二殡仪馆里头 除了超商的基本款 饮料泡面通通都有 只是这一柜的商品最吸睛 冰葬商品排整排 从莲花座 纸莲花 零排味道同男女 还有名指也没少 连雨伞都只卖黑色的 收银台旁边还有整大箱的纸莲花 旁边吃饭的民众接受度倒是很高 祭拜的啊 那个 不会啊 因为开在这边一定会有那个嘛 很正常啊 一看到会怪怪的吗 不会啊 来到这里本来就很自然啊 不会怪啊 还是怕民众觉得心里毛毛的 连店名都有选过 二冰店的名字刻意用冰客的冰 不止如此 配合殡仪馆作业 营业时间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顶多特殊节日加班到九点 就是没有24小时不打烊 在这工作 时薪没有比较高 只有一般薪资109元 但胆子可要够大才行 现在是夏天 所以然后而且我们刚开始 而且他们已经基本上都已经适应了 然后本来他们比胆子有时候比我还大 业者说现代人没什么禁忌 而这间超商主要是提供身心障碍者工作机会 但开在兵役馆里还是投一走 也提供家属和屏葬业者更多便利 中文新闻 张静讯 陈宇山台北采访报道